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法者的生活頻道 上個禮拜懶了一點 其實主要是懶化妝 所以沒有錄到 今天我們會說什麼呢? 就是會說巴黎自由行 有一集我是說 如果大家去到巴黎要找醫生怎麼辦呢? 那一集不久之後 就收到一個觀眾的求救 就是他在巴黎撞車 幸好不是很嚴重的 今天就和大家說一下 如果不是只是看醫生那麼簡單 如果是要看醫院的話 那怎麼辦呢? 不如說說這個觀眾 他遇到什麼意外 就是他在那條名店街 逛逛逛的時候 他就看不到有一輛車 他這輛車應該是要落客的車 他就向後退 他又沒有留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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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他形容 這輛車也走得很快 結果撞低了他 他當時就是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有救護車來到現場 由於大家語言 有些不太明白對方 檢查了大約半個小時之後 我們因為巴黎救護車裡面 會有一個駐車的醫生 有很多國家可能是沒有醫生的 當時是有醫生的 幫他檢查之後 就問他進不進醫院 進一步的檢查 但是這位觀眾就決定繼續走 他看到我的影片之後 就聯絡了我 其實我就是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在法國和瑞士做醫院的醫生 剛好他以前也是做過 法國駐車的急救醫生 以及在急症室做醫生 所以我就把觀眾的情況 給了我這個醫生朋友看 以下是一些建議 首先這位觀眾 他就拒絕了馬上入醫院檢查 如果有人不放心的話 其實是應該跟進醫院給他檢查 這個觀眾的反應 就是如果他回香港繼續醫治的時候 他就需要一個證明 是在巴黎提過醫生的 去Claim他的保險 所以他就要一個醫生的證明 他去了13區 或者是找了一些亞洲醫生 但是也沒有醫生肯提他 因為可能他也有形容自己是撞車 家庭醫生未必會接這些個案 很多家庭醫生其實是要註冊成為 某個人的家庭醫生 那些人就會專門看這個家庭醫生 所以其實很多家庭醫生 都基本上是很復讀的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如果大家真的找不到13區的醫生 或者一些亞洲醫生 就可以去看醫院 醫院的流程是怎樣呢 就是進到醫院 然後你就跟一個reception 講你是什麼問題 你就會去排隊 他就會把不是那麼嚴重的人 安排得比較後 譬如這個觀眾 他撞完之後的兩三天 才去醫院的話 其實都會排得比較後 但是在醫院的好處是什麼呢 如果要去照任何東西 其實在醫院裡面 就已經是一條龍可以幫你做到 如果是家庭醫生 他真的發覺有些東西 你是需要進一步去驗的話 那你又要去第二處再去驗 那就會浪費了一些時間 然後可能會問 如果在這裡看醫生多少錢 那我就因為有這個全民保險 所以其實我不是很知道 替醫生多少錢 如果是看普通的家庭醫生 就是二十幾三十元左右 如果是看醫院的話 就要看看你是做了什麼治療 譬如我的手 試過有一次在波爾多附近 弄傷了一隻手 我就送了進去 波爾多一間私人的 專醫手和腳醫院 其實買單應該是幾十萬港幣 但是因為我是全民保險 結果我是給了幾百港幣 所有的物理治療 都是不用錢的 所以要看看究竟是 什麼情況 驗了多少東西 有沒有住院 所以大家買旅遊保險 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一個不幸 又不夠錢 但又入醫院怎麼辦呢 我這個醫生朋友都說 都不是很緊張的 因為我們這些很左膠的國家 就算你沒有錢 都會先治療你 然後醫院 你沒有錢 難道叫你留在醫院那裡 不讓你離開嗎 一樣都是可以離開的 今天就先集中說了 看醫生 看醫院的一些流程 最重要是大家不需要害怕 很多時候香港人來到 或者其他人來到 人生路不熟 就會害怕 入醫院這些地方 其實這裡 怎樣都會很照顧大家的生命 就算你不會溝通 但是其實他們都會知道 怎樣去幫你檢驗 檢查 如果大家真的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不知道怎麼做 都歡迎大家 在IG那裡 私信我 我也會幫到大家 都會盡量幫到大家 因為尤其是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遇到一些自己同鄉的人 是特別有一份親切感和信任感的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怕 就可以先加我的IG 或者直接在我的Youtube留言 但Youtube因為我很少看這個留言 不是整個都查 所以大家如果為方便 可以在IG那裡 先加我 在IG的留言 我就會回得快些 希望大家來到巴黎旅行 都是健康、自在、安全和平安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